最熱門是十四號的長驅 第聖明驅 十一倍是64元 致用明驅是66元 再看其他十倍機關槍 十倍都看不到 起步大家都要搶一搶 多多計慢慢大力騎 外面見到那些不騎字 致用明驅拖著 長驅今次沒有陌集 他都放在前面 不像上次那樣跑 最後的馬看到有五波 還有綠色顯君 接著 最後的馬就是步步速 才慢慢拖著 找遮擋 現在的機關槍也不夠快 譬如說去了中間 接著有這個聰明驅 然後到第四名驅開便 搶不到 今次忍著來跑 反而這馬就改變了跑法 再後的馬才看到 還有一些勁好 聰明驅 危險大師留後 以及飛躍龍門奇彩 來到這裏 看到前面多多計 帶出一大半個馬位左右 接著的馬就是致用明驅 帶著面具很容易認 長驅躲在內欄的第三 中間是五波 外面見到綠色顯君 騎內都不太多 反而裡面見到 有機關槍 開始上來 開邊上來馬 還有步步速 第四名驅 來到這裏 看到前面 智勇明驅還有多少 過來沙田都這麼兇 開邊現在見到 慢慢長驅逐些逐些移開來 裡面還是多多計 開邊還有這個 第四名驅大外檔 還有危險大師 以及塞了那一奇彩 整個馬鬥得很刺激 結果第四名驅始終壓住 又是他贏 跑到第二 高雅智和馬房那隻長驅 第三 就是開邊的危險大師 應該讚一讚這個徐君禮 今天沒有亂動 轉彎寧願不騎 撐住馬 其實他一樣 他只是在路五分腳 不是 你可以說 這次你就可以罵 第四名驅說 以往當然是搶到前面跑 今天幹嘛改跑法 有時候真的這樣也贏 哇 都精彩 不是 第四名驅說 正常一樣東西夠銳 徐君禮 減10磅 搞定你們長驅 危險大師有些內閃 回去站的時候 要修正一下 遠不就有機會贏 現在回來 可能第三 第三 第三 可能馬房 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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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回來 他還要幾隻馬 一起衝得好行 他不是零零細細 撲得很厲害 前面沒有弱 前面沒有弱 他是不是不搶 你看看 你看看 搶不到 站了兩步 你可以說 喂 你要放頭才行 你不繼續站 搶不到 你看看 很快之後他就可以扣住馬 留意 轉彎 他一路拖 握死了右手 令馬整隻馬扭歪了頭 一路控制完 不讓馬扭歪出去 這裏其實很關鍵 這裏如果你一走 這馬我們見過 一上一口 他已經飛出外面 挺好 這個年輕人 在早兩個月前 都說 不錯 跑得 你看看這裏 一路的右手 拉著馬頭 讓馬不要扭歪出去 起碼今天 你看到他 現在開始 知道了 有時候不能亂來 慢慢的 慢一點 先跑 你寧願輸了那場馬 沒甚麼所謂 有時候年輕人都預計 你跑得不好 對 完全是 分完又分 又分 這次就閃了 幸好這次可以左右手分 不是分一邊 老老實實 就算今天 搏輸了 我看高冬來 都不會怪他 不怪怪他 不讓馬去跑 他老實說 他都是很年輕 對不對 現在贏了兩位 這麼有經驗的騎師 你一定是讚他 他的騎工好 實際上我告訴你 他現在也是剛剛的 還是很亂 還是很亂 馬就一定是做得好 亦有一定的質素 落飛就不知誰 總之就是 當然有人會賣中 剛才又說起了 今天另外一隻 多多計 這隻馬 今天拉出來也是肥 昨天我都說了是肥 不要狀態 不要狀態 又做過那個什麼 拆骨手術 都有人 拆骨手術 對